第26章 一脚裂忘将 四面接近 今日我既然来了 那定保你无忧 赵璇淡然点头 那就麻烦你了 高睁嘴角微微抽搐地走向一边 他给赵璇抬击下 赵璇反倒是顺着杆子往上爬了 赵璇根本就不知道舞者的恐怖 就敢在此口出狂言 实在是有些可笑 这时一辆黑色的老斯莱斯朝着望将排开来 高睁眼前一辆 连忙走下高台一脸笑容地迎了上去 一名身穿白色练功袍 看上去先锋倒鼓的老头 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下车 面对一脸热情笑容的高睁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麻烦珠海大师先在这等候一会儿 高睁一脸热情地把珠海请到了望江台上 对于珠海的高傲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满 珠海被称之为江北第一高手 一手通被全练到了通声入化的境界 是江北无数豪门政要的座上宾 他是花费了莫大的人情和代价 才邀请到了珠海出售 在高睁看来 唯有像珠海这般的高人 才有轻狂自傲的资格 像赵璇这样有着几分身手 就轻看天下人的年轻人 却是太过井底之蛙了 看了一眼孤独战力的赵璇 高睁微微犹豫 还是开口道 珠大师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赵璇兄弟 也练过几年功夫 身手也不错 也是我邀请来这次助拳的 虽然已经放弃了赵璇 但赵璇既然是他请来助拳的 按照规矩他必须要介绍 助拳的双方认识了解 这样才能让助拳的双方 直到对方实力好配合 助拳 就冰套 高先生以后 还是把眼睛擦亮一点的好 瞄了一眼赵璇 珠海摇头不屑一笑 一时间高睁脸上也满是尴尬 周围 高睁的手下一个个怒瞪 向珠海 在他们看来 珠海就是一个装神弄鬼的骗子 竟然敢不给他们老大面子 不信任我 你爸 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下我的实力 珠海冷冷一笑 四周打亮了一拳 随即跳下高台来到了一块石头前 一拳狠狠地朝着那石头打去 伴随着一阵脆响 那石头瞬间四分五裂 周围 一连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响起 高睁的那些手下 一个个惊为天人地看着珠海 心头哪里还敢有丝毫的不敬和不满 看到这一幕 高睁更加地坚定了要有一名舞者手下的决心 他本来是想 若是赵璇通过他的考察 就把赵璇送到珠海手下习武 可惜赵璇的孤傲让他丧失了这次机会 高睁朝着赵璇看去 在他看来此时赵璇接触到了新的世界 肯定是目瞪口袋一脸震撼吧 哼 当看到赵璇一脸淡然的模样后 高睁不禁微微一愣 应该是强装镇定吧 高睁摇头一笑 接下来也没将注意力集中在赵璇身上 而这时 珠海毫无疑问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人物 高睁的那些手下一个个炙热地盯着珠海 就差扑上去抱着大腿求败师了 而赵璇孤零零地站在一边 完全被忽视了 一阵突如其来的门响 让望将台上的众人微微一愣 高睁转身看去 下一刻不禁双眼一缩 几个身高体壮面容凶狠的大汉 此时躺在地上不停地往外吐着鲜血 眼看是活不成了 一个光头男子站在路口 对着高睁露出一丝猙獰的笑容 另外几个把守在路口的人微微一愣 一个个拿出武器 一脸猙獰地朝着那光头冲去 只见那光头不慌不忙地几脚飞出 看似很慢 但眨眼间那几个冲上去的人 就倒飞五六米远 一个个两眼一白直接毙命 看到这一幕 高睁手下一个个倒吸一口冷气 随即一道道期盼的目光投向朱海 高睁更是万分庆幸 如果不是请来了朱海 那他这次绝对没命回去 不用慌 普通人在武者面前 确实没还手之力 让我徒弟上去制服他 朱海冷冷一笑 一脸淡然地挥了挥手 那等高人风范 让高睁众多手下神往不已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从朱海身后走出 一脸自信地迎上的光头男子 放心 我的徒弟从六岁开始修炼 已经修炼了二十年 乃是黄极巅峰舞者 而你的仇敌 按照你所说 不过修炼了四五年而已 最多也是黄极入门而已 我徒弟随随便便 就能收拾了他 不过 这次我帮你解决了麻烦 你可不要忘记了答应我的事情 我要百年野生人 朱海背着手一脸淡然之色 朱大师放心 绝对忘不了 高睁在一边 恭敬说道 朱大师 朱大师